台中工业区的空气污染问题 长久以来引发不少争议 临近的东海大学也曾多次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重视 不过问题始终无法获得有效改善 最近就连东海艺术界一带的民众也忍受不了 这个东海大学他们 学生已经抗议过7年了 而且这7年来 也都没有得到什么 工业区这边的良好的回应 学生因为他们来读书 大部分都不在即 所以他们也就听到我们这个东海里的礼品在反应 他们就也主动的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里长表示 最近3年来每到半夜或是周末假日 就会从工业区飘来一股恶臭 经过民众集体申诉 环保局左上派人在一栋车区大楼加装监测器 但是监测系统并非全天后启动 根本无法取得有效数据 我们的怀疑是说 是不是厂商跟环保局 也有手挂钩 不管怎么会在一个小时以后才启动这个仪器 如果说一般正常应该是由我们反应以后 他随时就要启动这个仪器来 监测这个空气品质 当时的品质才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李明自行探查 发现污染来源是来自工业十路到十二路之间 因此最近和学校师生联手 成立大陆山生活品质促进会 并且提出诉求 除了呼吁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法规 也要求在当地设置空气监测的跑马灯 并且对民众进行相关的健康检查 希望能对工业区发挥实质的嚇阻作用 记者洪佳洪 他做特劳